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由社會如果不能夠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 就會對其憑藉暴力或謊言掉以輕心 本章所關注的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 一 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 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 1919年 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 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 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 1920年4月 共產國際代表維京司機來到中國 5月 在上海建立聯絡處 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 在其後的30多年中 直到中共建政支出都只是蘇共的附庸 毛澤東那時每個月拿蘇俄160到170銀元的經費當工資 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還跟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 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 將中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支持的中共 杜魯門還做出了在二戰後撤出亞洲的決定 1948年 美國即從韓國撤軍 1950年1月5日 杜魯門發表聲明 表示美國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 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 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 美國將置身事外 一週後 美國國務卿愛奇遜重申了這一政策 聲稱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 美國將置身事外 雖然美國後來因為朝鮮入侵韓國導致聯合國出兵 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 但是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 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創造了條件 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血分 除了訓練各國遊擊隊提供武器 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 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 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 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紀錄的佔國家財政支出的7% 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 1960年 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 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 從1950年到1964年底 我國對外援助金額打人民幣108億元 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 我國最困難即大饑荒期間的時候用的最多 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 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期間 對外援助款額竟達23億6千萬元 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 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餓死的3000萬百姓 因此 這些冤魂不僅是在為中共大躍進付出代價 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而力圖佔領世界 因此它也會利用人對權威名利的欲望 誘惑人想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 斯大林 毛澤東 金日成 胡志明等 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斯大林時 以比喪權辱國的21條更屈辱的條件 準備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 幫助斯大林在歐洲建立霸權 以此換取蘇聯支持他控制朝鮮 1950年6月25日 朝鮮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韓國的戰爭 三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 一個半月後幾乎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 毛澤東就在東北布置重兵 隨時準備入朝參戰 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 還有一個險惡用心 就是把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 送到前線當炮灰 到戰爭結束時 中方傷亡也打百萬之多 朝鮮戰爭的結果是南北分裂 而朝鮮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 兩邊通吃 例如1966年金日成訪華 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鐵時 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償建一條 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償為朝鮮建地鐵 將北京再建的地鐵停工 將一切設備和人員包括鐵道兵兩個師 數萬人及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 朝鮮不出一分錢一個人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 結果平壤地鐵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 最深處達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 之後金日成又翻臉不認帳 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施工並完成了這項工程 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 或要錢要物並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鮮戰爭時 留下的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士 殺的殺 關的關 中共賠了夫人又折兵 等到蘇共垮臺之後 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 朝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就惡嫖變野 2007年 韓國非政府組織朝鮮淘北者聯合會說 在金氏家族執政的60年間 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 這也是共產邪惡政權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 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 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 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 其後 法國撤出越南 北越對南越的入侵和美國的介入 隨使越南戰爭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 美軍直接參戰時間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 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 其軍事顧問團團長就是中共上將維國卿 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 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關押和處決 引發了北越的饑荒和農民暴動 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 並發動了和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 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 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 大規模援助越南 1962年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 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 準備恢復經濟 讓毛澤東退居二線 而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 於是悍然加入越戰 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 面對開動的戰爭機器 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4年7月 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 製造了北部灣事件 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 隨後 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 中共出錢 出物資 出人 根據陳宣輝在《革命的真相》 20世紀中國記事中的數據 毛的圓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 造成越南500萬平民死亡 遍地廢墟 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 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償援助中包括 足夠裝備陸海空軍200多萬人的 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品 100多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 3億多米布匹 3萬多輛汽車 數百公里鐵路 500多萬噸糧食 200多萬噸汽油 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 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 物資金錢援越之外 中共秘密派出30多萬解放軍 換上北越的軍裝輪番進入 參加了對南越軍美軍作戰 為了保密 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 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200億美元 而中國1965年的GDP不過才704億人民幣 按當時官方匯率大約折合286億美元 1973年 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分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 從越南撤軍 1975年4月30日 被越佔領西共 南越滅亡 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 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後的正反運動 南越大約200多萬人冒死逃亡 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 1976年 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 紅色高綿 越戰中 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 但這後來也成為中越交惡的導火索之一 中共為了輸出革命 以巨額援助為代價 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國打下去 而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 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 而到了70年代 林彪事件以後 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 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後 關係更加惡化 毛友聯美制蘇 邀請尼克松訪華 此時 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 不願繼續打下去 越南和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 越南與中共漸行漸遠 向蘇聯靠近 毛對越南極為不滿 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 越南和柬埔寨的關係更加不合 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檢供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 讓檢供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 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檢供最高領導人位置 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 毛向檢供提供金錢和軍火 僅在1970年 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 等到美國撤出印度之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當地政府根本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後 實行極端恐怖統治 宣布廢除貨幣 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 並屠殺了所有的知識分子 三年多時間 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 等到越南與柬埔寨開戰後 不堪忍受的百姓紛紛支持越南軍隊 僅僅一個月 紅色高棉全線崩潰 丟失了首都金邊 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 1997年 波爾布特的倒行逆施 甚至激起內部的反抗 他被紅色高棉總司令塔克默逮捕 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直到1998年因心臟病發作而死 儘管中共百般阻撓 2014年柬埔寨特別刑事法庭 以反人類罪判處紅色高棉二號人物 農屑和前總統喬森潘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 加上其他因素 於是鄧小平打著自衛反擊戰的名義 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4 其他亞洲國家 中共輸出革命給各國華人 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 就是排華事件 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 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 上世紀50到60年代 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 扶植印尼共產黨 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 有300萬共產黨員 加上一些附屬組織高達2200萬人 他們遍布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 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罰共產黨人 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 極力鼓勵印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 印共領導人艾蒂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於是準備發動政變 1965年9月30日 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 最後與中國斷交 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 這次清洗還跟周恩來有關 周恩來曾在一次共產國家的國際會議上 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 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 中國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 輸出共產主義 使東南亞一夜之間乃進顏色 印尼的大規模排華由此展開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 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不久 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 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 鼓勵華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項章 和毛主席語錄上學 並和緬甸當局對峙 軍政府吳奈溫將軍下令 禁止佩戴毛相和學習毛的著作 並關閉華僑學校 1967年6月26日 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 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致死 幾百人被打傷 1967年7月 中共官媒號召 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 進行武裝鬥爭 大造奈溫政府的反 隨後 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了軍事顧問團 以及200多現役軍人加入緬共軍隊 又讓在中國居住了17年的大批緬共成員 回緬甸開展武裝鬥爭 之後 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共庇護的緬共武裝 從雲南攻入緬甸 佔領了膽邦的國桿地區 大約有1000多雲南之青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 文革前後 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 多以鼓吹暴力為主 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 但中共放棄輸出革命後 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流雲散 再也行不成氣候 馬來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 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 準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參政 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招到北京 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 因為彼時中共認為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 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 這樣馬共的武裝鬥爭又延長了20年 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 讓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 並於1969年1月在湖南省易陽市 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臺 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方言進行廣播 文革後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 要求鄧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臺 和對印尼廣播的電臺 那時 中共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 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也需要國際社會支持 於是 鄧小平接受了建議召見馬共領袖陳平 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 中共還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里蘭卡 日本等地輸出革命 有的是提供軍事訓練 有的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 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 後來成為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 例如日本的赤軍 該組織臭名昭著的口號是 反帝愛國 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 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